小小P层四肢队伍 本期视频带来 P层大战 四肢吃队 几身P层 BK J4 XL DMW 最终谁能胜出 开始前 咱们先通过战级分析图 了解1-2 开局条点 VK选择中断 能够第一时间 对所有方向的队伍 进行劝甲 而叫小小城投 DMW与XL选择扎脸 一起跟随DMW视角 进入战斗 光从视角里 就能看出 火药味十足 而EDD仍如其名 意高人胆大 一个右拐 显至于XL贴脸 然而落地瞬间 马上就后悔 感温世间可有后悔药 花过田地的撤离 以时间赛跑 但最终还是吃下 成和套餐 舍上XL本场对击 少了一人 对于他们来说 这一把就是玩 打掉就是直接补掉 耍 在另外一边 小四被油耗邻居 VK拿下 剩下两人的XL 面对三人的DMW 他们打得胸有成竹 小白兔一颗土豆链 精准之初 将一叶放倒 小片和狗妹顺势前压 左手边 左浪楼清风 发起攻击 奈何一把喷子 打不出伤害 喜门风蹲魂在角落 他就被XL放倒 结果掉 不给任何机会 眼前队友相继倒地 情况已经按捺不住 犯状下 为队友报仇 两喷子将XL打残 来到VK这边 一棒相争 一棒得力 正当XL与DMW 打得热火朝天 在中断的VK 已经偷偷前来 CCM665点开机 精准打击 将清风输下 随着DMW的出击 VK正式加入战斗 XL两人在三字楼 等待VK的到来 都在抓紧时间 打入状态 并对完编VK的为奖 XL两人很聪明 一动不动 当起的老六 别动 别动 他们别动 这个不一个 这个不一个 敌方上到厨房楼 敌上架枪 洗洗干了 前二到三字楼 小白兔还是年轻了 没能忍住 露出脚步 带谁撞到他 最终还是没能打过 被吸吸放 狗妹走得很安详 批城之争 告一段落 但你以为就这么结束了 来到J4视角 没错 J4的开机 在小批城 当批城三队断战的时候 J4几言慢悠悠的 行走在大马路上 这种VK胜出之后 J4也是刚好 来到的批城 对于VK来说 他们已经将批城拿下 没有任何的防备之心 而J4完美的 利用了J4心理 简将吃酷 团团包围 这种VK的人 倒来拿吃 将对方拿下 那谁会是这位信仰儿呢 说曹操 曹操道 WJX成为了这位信仰儿 此时的他 正高高兴兴地搜寻物资 一个人搜一条街 这是一件多么美兹兹的事 而J4早已摆开阵型 等到VK的到来 依涵就在后段 厨房楼顶上 仅能观察一条街 又能查看 中段区域的动向 来到上立视角 可以看到 此时WJX 与SUME 都已经进到了包围区 谁会率先中招呢 随着WJX坐上载去 最后几人同时发起攻击 瞬间就被打成撕血 尽管WJX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但在三层楼的黑白 早已饥渴难耐 从三楼跳下 对WJX打出致命一击 使得WJX的阵亡 最后的人员不止暴露 而李莫 他们也是清楚了 P层之中还有一个队伍 休米与希西两人 第一时间顶到伊涵楼下 但不好发起攻击 休米继续转移位置 迷宫楼拉开枪线 查识一手打击背身 第一看到李莫就在三次楼 顶上架枪 伊涵持续追击休米 两人终于在迷宫楼会面 见面交锋 又正对阵汤姆逊 最终休米胜出 第一时间打起状态 尽管击倒了伊涵 但这部队员很快并赶到现场 到底在防点的伊涵 得以存活下来 秋末六九吨观察着迷宫楼 然而似乎低估自己的身高 不几乎打掉半血 此时我们发现 希西已经来到隔壁迷宫楼 将状态打上了休米 来到以希西会合 旺仔卡位在转角 静静等待机会 但等了一小会 却发现了身穿不一样的衣服 将旺仔内心咯噔了一下 脸上是两个敌人 一刷打多 从来都不是明智选择 旺仔选择后车 顺便救援一手伊涵 与此同时 黎默也已经赶到 披抗的伊涵已经被扶起 最后这一波化现为一 很到位 通过几人的站位 死死防守住 事实上 好 黎默还在三只楼加枪 或许这个布局 会被轻易打破 但在那时的李莫 已经来到了迷宫楼 与队友会合 或许 这就是最完美的错过 等到将伊涵扶起 结果又开始了一轮新的布局 可以看到 迷宫楼顶上的李莫 已经去到了超市楼顶上 休眯兮兮 在迷宫楼架枪 两边陷入了僵局 而旺仔就成为了关键 此时的他已经拉开枪线 来到中段厨房楼 考验观察 迷宫楼顶上是否有人 得到答案很明显 没有 为此旺仔 果然选择回到后端 带到球楼楼上房接网 站起高点位置 观察前局 而在此期间 BK三人已经分开站位 休眠兮兮兮 各自移动迷宫楼 李莫站进在超市楼 狐狐在房地的旺仔 观察了许久 终于还是做出了决定 举身跳远 来到迷宫楼顶上 选择旺仔拿下制高点 接过记忆几人 展开了攻势 遗憾秋末 对迷宫楼展开包围 黑白也紧随其后赶到 李莫就在超市楼窗口 探渡输出压制对方 但这火力明显不足以震慑 秋末一颗细节反弹的影 但没有造成伤害 黑白手握Flash Bomb 很真实 将自己闪到 上时间三人四处乱窜 休眠抓到一个机位 又加一波输出 将黑白打残 李莫也没闲着 这时的他已经偷偷来到了双阳台楼 来到上帝视角 便能看出李莫这个点位的关键 这次把兵能卯足后继 对王仔反应过来 必须尽着胆击 完全弹伤 随着李莫的倒地 这波催上了总共号角 几言一气从上 一函被西击放到 黑白切莫 铁骑枪不断压制 西击边退边输出 只要关头之际 选择跳窗而出 从中随事将旺仔拿下 反过意识的是 西击与修丽完美错过 正当西击搬窗而下 修丽也正好冲上支援 然而致命不忍 连黑白机会被击倒拿下 让西击再次回来 为时已晚 而此前倒地的旺仔 也已经被补起 虽然已经没有任何悬念 三对一的情况下 西击能否立往旁来 千万不要换蛋啊 卡一下门和窗口 往前 完了 对方好像已经拉起来了 扶起来了 还把状态拉起来了 十六秒已经过去 对于来说 对于西击来说 他的黄金时间已经过了 其实Z4可以考虑 两个人沿着楼梯下来 一个人翻窗 要打一个连动 一个人去打一个背身 然后两个人正面突击 前后背刺 已经被发现位置了 而且被打到了一个残血 但是不满下的人往里 差一点点 千万不能被补掉 两个残血 不过还好啊 Z4还是有人数上的优势的 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走 哇塞